原标题 乐广高速路上讲述引大塞车 辆车主个被罚钱员吊销驾照 广州日报韶关讯全媒体记者补鱼 通讯员陈一生欧雷蒙摄影报道 在黄金周出行滚滚车流中 两辆小车在越广高速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后 车主不顾后方大量涌来的车流在现场讲述 导致短短20分钟内后方积压了长约7公里车龙 记者昨天从韶关市交警支队获悉 警方对这起轻微财产损失交通事故的双方当事人各开具罚款1000元 吊销驾驶证的严厉罚单 这起处罚是除正常对应发事故违法行为以外的处罚 也是韶关交警首次对双方当事人在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后 不快速撤离现场而开出的首例罚单 10月6日16时时 彭某驾驶小车车路经越广高速公路南行27km392M的大前领隧道内时 因其行驶车道前方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通行射堵 为了及时赶路 彭某在往右侧车道变更过程中 与在右侧车道内行驶的由张某驾驶的小轿车发生轻微呱擦 事故发生后 两辆车分别占据了超车道和中间的行车道 双方当事人在没有报警处理的情况下 均不顾后方滚滚而来的车流 就在事故现场理论和协商赔偿事宜 后方不断涌来的车流 见前方受赌便急杀 现场显向还生隧道内很快就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车笼 韶关交警高速公路三大队 民警发现拥堵点后 快速赶到事故现场处置 在拍照固定证据后 民警即刻责令双方当事人马上驾驶车辆撤离事故现场 此时距离发生事故已近20分钟 后方车笼已长约7公里 事故处理交警依据双方对造成事故的成因进行分析后 很快对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 判定变更车道的彭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并对其在事故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另外对双方当事人在发生行为财产损失事故后 没有急行撤离事故现场 导致严重堵塞的行为 依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61条第一款第六项及第二款罚款 1000元并可同时吊销驾驶证制规定 依法对双方当事人开出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 通知双方在15日内到交警大队接受处理 经执法民警处罚教育后 折腾了大半夜的彭某和张某后悔不已 不再较劲的双方都深刻认识到了后果的严重 也知道了自己的错 责任编辑张一玲